大家好 我是耳魔人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HG144分之1 魔神凱撒 Infinism版 那這個系列到目前為止 已經推出了 魔神凱撒 克連大漢 大魔神 以及無敵鐵金剛 那一開始是電影版 也就是劇場版裡面的 無敵鐵金剛跟大魔神 但因為賣得不錯 所以有最佳的設定 就是這個 克連大漢 以及我們這次看到的 魔神凱撒 七色都是劉賴靜之老師 那他的風格呢 保留了原有角色的 設計概念 但是呢 增加了很多的 這種所謂劣甲風格的細節 那因為劣得蠻厲害 還蠻誇張的 所以又被戲稱為 茶葉彈版的無敵鐵金剛 那這一次呢 他就出了這個 魔神凱撒版 那基本上他跟原本的 不管是 超級機器人大戰版 或者OVA版是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是一個全新的設定 那反正一個模子 已經開發出來了嘛 那不用白不用 所以他統一用一個素體 去做延伸 那其實也做得不錯 那尤其是 盒繪 我覺得這盒繪 真的超漂亮 他整個系列盒繪都 蠻好看的 那這一次 魔神凱撒做了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組裝起來吧 首先四大金剛 一字排開 你可以看到這個身高差 堪稱完美喔 四個頭好像連成一線一樣喔 階梯狀排列 那無敵鐵金剛的部分呢 他身高大概18公分左右 魔神凱撒呢 則是來到20公分 另外對照一下 你就會發現 無敵鐵金剛跟 Grandizer 他的腰部 上臂大腿 是完全一樣的 而大魔神跟魔神凱撒 也是一樣喔 上臂 腰部 大腿 這個零件都是兼用的 而事實上這四個機體 他們所用的關節零件呢 是完全一樣 那所以呢 兼用不是錯 只要用的好 他就可以實現在短期內 全圓立體化這樣的夢想喔 接下來我們拿 攝護版的魔神凱撒做個對照 他的外型其實刻畫的還不錯 蠻忠實還原OVA版的設計 而相較之下呢 HG版 他的整個體態風格 比例其實差不是太多喔 他的小腿有稍微縮短一點點 腰身也稍微縮短一點 整個比例有稍微往上拉喔 但是呢 基本上結構是相似的 那比較大差異是在他細節 刻畫上真的是 就是非常非常精緻喔 兩種風格基本上沒有什麼優略 對錯啦 大家就是挑自己喜歡的 但是如果單純以模型來說的話呢 HG版在關節的緊實度跟可動度上面 真的比收好太多了喔 兩者的價位差不多了 如果兩個要推薦的話 我還是比較推薦 新版的HG版的 Infinism的版本 這裡也順便看一下 好微笑社推出的Modeloid系列 他是跟千磁鏈合作喔 他尺寸比較小 那他的好處是 他有很多的延伸的角色跟武裝 像這是海王星裝甲 那不過呢他的完成度 關節的緊實度等等呢 其實跟B色還是差蠻多的喔 這是三種不同的版本 大家可以自己做選擇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細節跟質感的表現喔 首先呢我覺得他這一次的 成形色真的做得很棒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銀色呢 就有一點淡淡的金屬光澤 你只要稍微幫他入一下墨線呢 他整個機械感跟立體感 就會比較凸顯喔 那金色的部分雖然說不像真金那麼亮麗啊 可是呢他比起以前那種所謂大便晶來講 真的好很多喔 而這一次黑色的部分 我覺得做得最棒的地方 這種消光黑 有點愛內含光的感覺喔 這個整體的質感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另外呢像這個胸口的這個金剛火焰的部分 之前你可以看到他是這種透明件 那但是跟他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呢 因為我在裡面呢 幫他上了銀漆喔 幫他做了一個補色 你可以看後面就可以看到 這裡面我幫他做銀漆的補色之後呢 他的整個金屬感呢 反射效果就會好很多 看起來就是好像有真的機械零件在裡面一樣喔 這個大家可以試試看 其實這個做法蠻簡單的 那胸口的部分呢 事實上他有一個貼紙 一個Z的符號可以貼在中間 不過我通常都不貼貼紙 所以就先跳過這樣子 那另外他的很多細部呢 事實上分件也分得還不錯 比如說你看眼睛啊 鼻子啊 那鼻子你可以看到旁邊四個這個 這條線條其實都刻畫的蠻精緻的喔 那另外包含他價值倉等等 這些分件等等 分色呢 其實也都是還算蠻完整的 就以外型來講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魔神凱撒 我個人是覺得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喔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可動表現喔 首先頭部上段這裡呢 當然是有一個球體關節 左右前後呢 這個都有一點點的 這個轉動 那脖子這一段呢 他有做了前後轉動的關節 往前的角度比較大 往後角度就很小了 另外這個指揮挺的部分呢 當然他是可以拔下來喔 不過他拔下來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去變形喔 他指揮挺的部分是另外做了一個 單獨成型的完整的指揮挺 肩膀前後擺動的幅度大概各20度 然後360度的旋轉 側邊呢 往上抬大概平台 不大 頂多可以到四五十度左右喔 那肩甲獨立可動 側邊這個蓋子也可以翻開 上段的這個轉軸 中間這邊也是轉軸 那上臂呢 可以往上抬大概45度左右 而下臂呢 這邊做了一個縮路式的設計 所以呢 往上抬之後呢 這個結構就會縮進去喔 但即使如此他的可動度也不過就只有90度而已 手腕的部分呢 這裡呢 360度的旋轉球關 然後呢 側邊這邊也有轉軸喔 可動度基本上都還OK 身體做了三段式的結構 腰部可以轉動 上面胸部這一段呢 則是一個球關 前後擺動的幅度呢 還OK 側邊呢 這邊裙甲也可以稍微翻開 大腿前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蓋子 可以稍微做一點點轉動 但幅度不大喔 那他往前往後的時候呢 他都會卡到喔 那所以呢 他這邊做了一個下拉式的關節 如果你把他往下拉之後呢 他整個就可以往上抬到 這個超過120度左右 那側邊呢 也可以抬到 將近水平喔 但是這邊這個蓋子還是稍微會有一點擋到 然後大腿上段這邊轉軸 兩段式的關節 但這個關節的可動角度呢 其實並不是很大喔 那最後就是他的貼地 這邊 前後的 轉動的幅度都不是太大喔 那再加上他外面這個結構也有點卡住 所以呢 整個這個腳踝的部分 貼地是有點受限的 雖然他整體的可動度還OK 但有些地方結構上面有一些受限喔 那這邊我就跟大家分享兩個改造的小撇步喔 那首先呢 是這一個 這個手臂的關節 你可以把 這一個上臂的部分呢 裡面這邊切開 那切開之後呢 他的 這個幅度就可以 到蠻大的一個角度喔 你可以看到他本來只有可能只有45度 但是如果你把這邊切開之後呢 他就可以轉動來到了大概90度左右喔 所以呢要做到一些平台的動作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喔 像這樣就可以把整個手臂呢 做到一個平台的程度了 其次是他的腳踝的部分喔 因為他這個 袖褲管的關係 整個結構有點卡住了喔 那再加上說呢 他原本這個設計的 側邊的部分呢 可動度就不足喔 所以呢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呢 第一個我把上面這個孔洞呢 整個擴大 整個擴大 你可以看到我把旁邊的 往側邊切開的一些喔 那再來就是他裡面這個結構的部分 我會把它整個切除 切除之後呢 他的可動角度就會稍微變大一點喔 另外一個改造點呢 是後面這個結構 可以把它整個切除 因為他的腳踝呢 當你往後的時候呢 他會剛好這個整個干涉卡到 所以呢往下的這個幅度很小喔 那當你把它整個切掉之後呢 他後面的干涉就會因此消除掉一些喔 那增加的幅度其實也不大 但頂多呢大概就是增加10度到15度左右喔 那當然這是一個 這個 改造的趣味所在啦 雖然說可動度不一定會因為這樣而增加很多 但至少呢 在這個過程中你會覺得自己比較有在做模型的這個感覺喔 這是一點個人的小經驗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武器配件的部分總共有三把劍 兩個拉拉隊彩球 那當然這個是金剛飛拳的噴射特效喔 那他跟之前無敵體金剛的版本比起來算放大蠻多的喔 那至少這一點是有進步喔 那另外兩個手型呢 是雞肋啦 這個形同虛色 因為他的轉軸呢 被這個兩個握箭手拿去用喔 所以他如果你要裝的話呢 你就要把那個拔下來裝上去才行 然後指揮艇呢 也做得還蠻精緻的喔 至少這個蓋子的部分是獨立分件的 那另外這三把劍呢 首先小劍的部分呢 他雖然說是小劍 可是比起大魔神的劍來講 又更稍微放大了一些喔 那其中最大的這一把劍呢 包含了前後的他這個 紅色的部分都是有用 這個透明特效劍來表現喔 那整體呢 雖然說 中規中矩 但至少呢 該有的都有給你喔 不會說什麼放在網路 什麼限定什麼什麼之類的喔 那至少買起來呢 比較心甘情願一點 金剛飛椅當然也是無敵鐵金剛的標準配備喔 那這一次他一樣是有很多很多細節刻線的這些表現喔 如果你跟之前喔 這個壽屋的比起來 壽屋就是一個 整個一片 紅紅的一片 沒有什麼細節可言 但這一次他就增加了很多 這樣結構的設計 而且呢 他這旁邊兩片呢 他是可以展開的喔 不過我這個超級鬆喔 這個一拉開就掉下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一邊就還好 還可以有至少有一定的保持力喔 那下面這一段也是可動的喔 不過上面這個雖然說 有一點點 可是也是還蠻鬆的喔 那不過呢 有就 還OK啦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改善這個鬆緊度喔 那他連結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直接把它 裝在後面這樣子 就 OK了喔 這整個換上了金剛飛翼之後呢 我這整個人就看起來 整個要飛上天喔 氣勢上面當然也是加了好幾倍喔 好的以上就是 HG144分之1 魔神凱薩 Infinism的快速開箱 那由於有了電影版無敵鐵金剛的全新設定 新的模型 同樣的素體呢 可以在短期內呢 快速實現這四大金剛的立體化喔 而且我覺得他在細節設計呢 以及他的身高差呢 其實都是有完美的表現 那我相信也實現了不少人的夢想 尤其是這次推出的魔神凱薩 我個人覺得他是到目前為止 完成度最高的一個組裝模型版本 不管是外形 可動度 以及他的配件都有不錯的表現 尤其是跟同系列 其他的無敵鐵金剛一起玩的話呢 我這個爽度又加倍了 四大金剛都出完 那接下來要出什麼呢 我個人比較期待的是 魔神皇帝G真魔神Zero 或者是魔神凱薩 SKL死人骨頭 那甚至於同樣的概念呢 如果可以延伸到GETA ROBO 那就太棒了 我們該死定的 我們可以延伸到AMA 我們可以延伸到ar 我們可以延伸到